好这个玉里镇的大雨排水系统多年来 都因为一场豪大雨就会淹水 那么酸干大雨等地区居民是困扰了多年 华林县长徐政卫就率领了相关客室的主管 来到大雨里进行会刊 那么里长也就说了 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防序前尽快来输浸 给居民一个安全的环境 望野过去一大片水道是花莲最美的景色 不过玉里镇大雨里饱受每逢大雨一来就淹水之苦 地匠表示清淤数据是目前大雨里最重要的大事 发生的就是何场比内陆内地的这个地还要高 所以每次大雨来的时候都是会引起河水倒灌 影响到农州整个都淹水这样子 这个期间答应到现在都还没有做 旅长表示因为前年有发生过淹水导致交通受阻 当时也与县长潘副议长到现场会看过淹水的情况 也表示说会来处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规划处理 淹水只要每逢不要说台风要是强降雨的话 就会造成造成这个农地淹水 因为那个累积很多年了都没有真的在解决 每次大雨来的时候就会发生河水倒灌 影响到农作物淹水情况发生 这段期间答应到现在都没有执行这项区域排水的规划 直到前两个月当地民众又再一次针对秀库兰西河床输郡的问题 向当地的里长反映 希望县政部这一次能够重视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 按下两个月